那么有出路吗 事出事法都有很好的根基 我们才能将佛法发扬广大 也把中国传统的学术发扬广大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一行就干这个事情 朱熹编这个书 我总是常常想 他这个灵感是不是得自于《华严经》的 因为他这个编辑里面的精神 跟华严非常吻合 朱熹也是研究佛法的 也是读诵大臣经论的 华严有理论 有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这是真实圆满的好教材 四书很像这个样子 中庸是理论 中庸是理论 里面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大学是方法 教给你怎么做人 怎样齐家 怎样办事 教给你这些方法 仁宇跟孟子表演 华严经上用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来做表演 仁宇是孔老夫子当善才 孟子是孟老夫子当善才 他们两个人表演给我们看 你看他一生当中 他的思想 他的见解 他的生活 他做事情的态度 方式 除世待人 接物 实际 大学 中用 就是把这些理论方法 完全落实在生活上 你看 他这个精神跟华严经 没有两样 他怎么会有这种灵感 射三经里面的三里 就如同佛法大藏经的略障 就像一种虚偿